相信很多人逛街走路的时候 都会遇到道路不平而摔倒或扭伤的窘境 尤其是店家前的骑楼忽高忽低 幸好市府公务局正在推行骑楼顺平计划 只要店家同意就能够进行施工 跟着港都新闻的镜头 带您来看改造相当成功的林雅区正眼里 走路逛街的时候 尤其是女孩子又穿着高跟鞋 最怕遇到骑楼不平整 因为很可能一个不小心就会跌倒 相信你我都有同样经验 不管是逛街买东西还是出门恰工 商圈骑楼一会高一会低 走不到两三步就得注意路面落差 摔倒扑空的大有人在 港市会不会觉得这样子太安全 我会 就是可能有时候穿鞋子会跌倒 对 踢踩空或是 就是踩空或是就往前扑倒的 有别人先前走路遇到的种种障碍 记者现在来到的是林雅区正眼里 明显可以看到店家一家连着一家 中间骑楼没有任何的高低落差 相当平整 因为往往以前 大部分店家都是用磨石子的 现在我们市政府用这种石英方法的 然后我就赶快跟店家沟通 请店家他们要同意 然后会影响到他们骑楼的生意 大概是两天至三天 一般店家了解之后都非常同意 从早期容易滑倒的磨石子地板 到刚完工的方滑路面 明亮又平整 不只店家改头换面 更不用担心用路人发生意外 如果说雨天啊 各方面的话走起来也比较平 比较不会想说 有时候不小心会跌倒 有些状况这样子 就完了以后看起来就是很整体啦 而且路人走过去都会进来看一下 哇 怎么变这么漂亮这样子 已经进入高度发展的大高雄 商权平整计划终于陆续实施 目前林雅区的镇延里 就是施行骑楼顺品计划 相当成功的区域 因此公务局也呼吁店家民众 可以经由林长申请施工 共创便利安全的行走环境 港督新闻林家敏罗绍军采访报导 新闻林家敏罗绍林家敏罗绍军